面對AI科技 吳湯的事情很多 身份證的照片 寒風修毒的嘛 那個比例都不符 吳湯的啟動 又與生成科技交疊 未來AI已憂 是假訓息洗腦 很容易被 多個影音造就的這個情境 影響到你的這個嫩子 犯罪行同加盟事業 嚇得下來之後 你就會被 勒索病毒給勒索 AI被濫用的故事 就從地下網站的發現 開始說起 它裡面內容就是商業合作 我看到的是說 它可能會找你合作 區塊鏈的東西 網紅網稿最近收到 起封釣魚郵件 內文以假亂真 還好沒有上到 我在暗網上面看到的 像生成CII的話 就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種 勒索病毒 大概是價格四五十美金 生成AI可能成為犯罪工具 來自暗網截圖就發現 販售非法軟體的賣家 介紹它的釣魚郵件 來自生成AI 吸管如蟲 GPT所製造 還能下指令 整合其他城市語言 散佈郵件 讓收件者植入木馬城市 被勒索 派客可能要一個一個 這樣慢慢傳 現在變成是 他已經幫你做自動化的時候 這一件是你重要的信 還是駭客寄給你的信 日本首度查獲 有一名毫無資工背景的男子 透過生成AI製作勒索軟體 險見AI降低害人們看 也可能深告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都有先進行下期前的安檢 中國支持的駭客組織 只向全台灣100多處的 關鍵基礎設施 舉凡有連外網路 都有被駭入瘫痪的風險 台灣嚴陣以待 來到政府機關委外的 資安公司監控室 今年520賴總統就職之前 出現大量來自中國的駭客攻擊 你看就一天到晚這樣 打 對 這樣打 全世界人都在測試你 當時我們當天看到 就是有應該五六百萬次 在一直踹 它就一直少 一直在踹 那個會比較暴力的 一個方式去踹 對 今年的駭客族機 來自南美洲國家 但專家認為中國駭客 會到第三國家中繼站遠端操作 白服 靠近 一旦偷走資料 也會拉到中繼站架禍他國 這次520各部會資安處 崩緊神經每小時回報 就擔心裴洛西來台的駭客攻擊重演 所以以後如果同仁有接到說 處長要求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要提供什麼帳號密碼 請不要相信 都要先打個電話問問處長 處長真的有交辦這件事嗎 因為我們在資安防護上面 我們要求的部分是林信任 林信任對應的是中國駭客 但駭客也會冒充民間資安廠商 我們光今年處理的非常非常多 都是這一類型的 用傳統的釣魚可能越來越難成功 所以說也迫使他們必須要 採用這種最有效的打法這樣子 你們都知道我跟蔡英文之間的毛 都是結局的 除了臥底攻擊 變造賴總統聲音 分化台灣也是用AI技術 可以想見未來製作散布假訊息 成本低速度快 自從有生成是AI之後 就是這些帳號也都有頭像 不同的包裝來講同一件事情 他們是拿非常多自由版權的影音 把它用人工智慧的方法 剪接成短影音之後 他把內容置換掉 然後把裡面再夾帶一些 主觀的宣揚 影響到你的這個任務 而台灣的白帽駭客發現 中國經濟倒退 對岸的駭客要賺外快 全球企業要小心了 拿出乘風中毒的電腦主機 台灣一家經營復古單車 腳踏車特歸零件的貿易商J 萬萬想不到電腦當機之後 從開機之後 他就跳出了一個視窗 然後他用英文描述 就寫說你所有的檔案 都已經被加密了 對 就是中了 很常聽到勒索病毒 所有我對廠商的採購單 客人下給我的訂單 全部都在裡面 駭客要求支付比特幣 約合台幣6萬 我就不付贖金 不要去助長這種不良風氣 他很幸運手上有備份 但很多受害企業被勒索也不敢說 科技能在周亦能覆周 AI災難聲音被模仿來詐騙 最是野火燎原 還會了嗎 還沒 日前新北市一位老翁 聲稱接到兒子電話 差點就匯款30多萬給詐騙集團 網路上各式軟體如雨後春筍 號稱只要有15秒本人的聲音 就能訓練出一模一樣的 很多人聲音在裡面 就快速把你的聲音跳進去 出來的效果 其實它不是模仿你的聲音 因為它把大部分人的聲槍的聲音 都蒐集起來 它只是挑一個近視於你的聲槍 其實你應該用更有意義的方式生活 找到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未來動動手指 就有原因重現的效果 來自於企業嚴守版權 合法建模使用 女生敲打著車窗 像是為我們做起一手舒緩的樂章 若濫用必定成災 合作的公司 我們是都有做一些基本的調查 你是用來幹嘛 那個人有沒有授權 我叫你什麼名字 嗯 是的 Samantha 為電影現聲的好萊塢女星 則懷疑自己的聲音 被OpenAI的聊天機器人模仿 但是OpenAI解釋 那是語料庫合成出來的 生存科技的聲音 引向文字素材 來自網路大數據 又叫大型語言模型 採在未經同意版權的灰色地帶 官司一件接一件 而台灣也意識到版權 和AI的國際話語權 這是台灣官方打造的GPT 叫Tite 未來台語Mtang也聽得懂 如果是Follow中文的 機率分佈的話 可能 Mtang這個是永遠不會出現 國科會主導 請各大學頂尖實驗室 用Meta釋出的開源模型 用了9台H100支持算力 可翻譯做文書摘要 生活解答 而且有版權 不會教壞小孩 他可以判斷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傷害性 如果該擋掉的地方擋掉 不該擋掉的地方不要擋掉的話 那你就給他加分 但是你該擋掉沒擋掉 就是扣分 吳亦成教授實驗室 就有過濾不道德資訊的技術 而國際平台GPT資料繁雜 和機器人的對話 也可能變成模型的資料 讓他越來越聰明 反之像大型語言模型套話 勤勒也可能讓模型 洩露出個人意思 每個大型語言模型 到現在這個年代 都是非常的複雜 那它生成出來的東西 到底有可能有怎樣的偏見 有被制度什麼樣的想法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什麼 就是用能工智慧來監督能工智慧 AI生成的作品 也能用肉眼看不見的 AI浮水印數位簽章 特殊標記來追蹤 在生成AI的盛唐時代 科技必須是助人而不傷人 價值才能真正被彰顯